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毕超市小莫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超声市的故事 上上期视频我带大家参观了一下我平时工作的诊所 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和好评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在医疗行业上班 要注意很多关于病人的隐私 还有其他的事情 有的时候不能随便的录影拍视频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多出几期 平常关于我上班生活 day in the life 这样的视频 我很想和大家多交流交流 平常的生活和工作 从你们的留言中我也学到了很多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我一直都很想讲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作为那样去看病的病人 或者门诊的医生 或者在医疗行业上班的朋友们 一定要了解一下 我们要讲的就是超生检查一切的源头 B超或者彩超检查申请单 在北美的话 一般如果您生病 不是很紧急 想去做超生检查 一般您会先去家庭医生那里 医生帮您看一下 然后开B超的申请单 或者也叫预约单 requisition 然后您再拿这个单子 去家里附近的超生诊所预约检查 有的时候要等好几星期才能检查得上 但是如果您的情况紧急 可以直接去这边医院的急诊 然后急诊医生会开超生申请单 然后立刻送您到医院的超生部 直接检查 国内情况我查了查 好像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也是先去医院 挂号 然后医院门诊的医生 给您开这个B超的申请单 然后患者呢 再拿这个申请单 去放射科或者B超科 排队做检查 所以呢 不管您在哪里 想去做B超呢 一定要有这张申请单 这张申请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呢就像一个GPS导航仪 帮助我们B超师呢 最快最全面的了解病人的情况 和我们需要检查的部位 然后最大程度的辅助我们 找到引起患者疼痛 或者不舒服的病因 所以其实呢 对来看病的病人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去看病的朋友呢 从家庭医生 或者门诊的医生 拿到这个B超检查单 不怎么留意单子上写的是什么 或者呢看这个单子上 这么多东西 感觉他不懂 去把这张纸折一折 放在口袋里 收起来了 然后呢去做B超检查的时候 我们B超市呢 会简单的问一下 你哪里不舒服呀 哪个地方疼啊 然后患者说 哦我是下腹疼痛 尤其是在月经前后 特别疼 听这个描述啊 我们感觉应该是做 女性盆腔检查的 英文呢叫Powlick exam 我们会检查 子宫 卵巢 腹腱等等 但是我们一打开这个B超检查单 门诊的医生呢 在申请单上 选了KUB 输尿管 膀胱检查 虽然呢 检查的位置差不多 都是在下腹 但是呢我们检查的期间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或者呢你本来是左腿疼 但是申请单上呢 写的是要我们检查右腿 如果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般呢 会给家庭医生 或者门诊的医生 打个电话 何时确认一下 有时候呢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和他们联系上 但是每天呢 我们要检查很多很多的病人 一个病人大约 就少10分钟 20分钟左右 这个打电话 来回几分钟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对在后面 等着排队的病人很重要 对来看病的 这位病人也很重要 因为打电话 确认的时间呢 是占用这位病人 警察的时间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B超检查的申请单 其实呢 它不是那么复杂的 即使呢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 看完今天的视频呢 我保证您也能看懂这个B超申请单 这个呢 对您以后的B超检查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一起开始吧 B超检查申请单的构成 每个医院和诊所的B超申请单 排版设计呢可能不大一样 但是呢 这四大项肯定都是有的 第一个呢是Pition Information 病人的信息 第二个呢 是要检查的项目种类 第三个呢 是检查的原因 还有病史 然后最后这个呢 是我们提交申请的 这个门诊医生或者家庭医生的信息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第一个呢 病人的信息 一般呢我们会包括病人的名字 性别 家庭住址 城市 邮编 联系电话 出生年约日 还有健康卡的信息 这块呢 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 是需要修改更正的 一般呢你超上师开始检查之前呢 会向病人核实出生年约日 还有他的性命 主要呢是在我们扫之前要确认 这是本人 我们呢在外面没交错病人 或者呢有谁想来冒充来看病 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后第二大项呢是检查项目 这一块呢一般都是申请医生来填 我们自己呢千万不要做任何的修改 医生呢会写下或者勾出需要检查的项目 大家看这里呢 什么检查都有 很全了 什么腹部超声 肌骨超声 宝宝的产结 血管超出检查等等 这个R和L是代表right右边和left左边 比如说呢要检查右膝盖 就选R 左边的腿看看有没有血栓 就选L左边 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医生呢有的时候会填错在哪边 我经常会碰到有患者来 申请单上写的和病程要检查的不一样 把大家都搞迷糊了 那到底是要检查左边还是右边呢 或者呢我明明是肩膀疼 怎么医生给我写了一个检查手腕呢 所以呢如果您拿到了申请单之后 一定要再检查一遍 或者拿着单子和医生确认一下 对检查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大部分超声检查项目的名称 都和您不舒服或者疼痛的部位是相对应的 比如说肌骨超声所有的检查 肩膀手腕膝盖等等 其中呢这个腹部检查 abdominal exam 我们呢会检查疑腺大动脉 下腔静脉还有肝脏 胆囊胆管左右肾还有皮 其实呢就是我们整个肚子这个部位 但是呢不包括肠胃 超声呢其实不是最好检查肠胃的仪器 因为这个肠胃里呢都是气体 我们超声波呢如果遇到了气体 全部都会反射出来 我们呢收不到任何信号 是看不清楚的 还有呢这个腹部检查 我们不会呢只检查一个器官 一般呢会全部都检查 如果呢是下腹 肚脐炎以下的地方疼痛 这个呢就是盆腔检查了 有时候呢可能医生不太确定 他呢可能会腹部和盆腔都想检查一下 这个呢我们叫做abdominal pelvic exam 就是全部都查一下 第三个呢是需要检查的原因 还有病人的病史 我认为呢这个呢是最重要的一项 门诊的医生呢一般会在这一栏里填写 病人需要来检查的原因 比如说上面检查的项目这里呢 选了腹部超声 然后在原因这里呢可能会写 40岁女性病人 饭后又上腹疼痛两个月 怀疑呢是胆囊结实 请检查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检查项目呢是男性的盆腔检查 下面原因呢可能会写 65岁男性 长期排尿困难 尿流细 请检查前列腺弹小 测量排尿后 残余尿量 这个地方呢医生呢一般会提供病人的病史 描述症状 还有呢初步的推测诊断 还有呢他想让我们着重检查的器官和部位 反正呢是提供的越详细 写的越多越好 但是呢我有见过有的医生就写的很少 一句话或者呢神都不写 其实我们B超师呢是对病人的情况 了解的越多 对检查的效率 准确性呢也会越高 可以对患者呢提供最权威的诊断 提早治疗 所以呢如果您去检查的时候 看您的检查单上 这一项如果什么都没写 或者写的很少 您呀赶紧提醒您的门诊医生 或者家庭医生 看看能不能多写点 写的越详细越好 最后一项呢是申请检查医生的信息 如果我们检查前会有问题 可以及时呢通过这个联系方式 和医生启动联系 如果在国外诊所检查的话呢 检查结果一般会直接发到家庭医生那里 然后呢家庭医生呢才会和您取得联系 其他还会出现在申请单上的信息 可能呢还会包括病人目前的身体状况 服用药 有没有怀孕 有没有感染病 需要合理防护 过敏历史之类等等 这个呢就是超生申请单的一个介绍 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多 您慢慢消化一下 如果呀真正去检查的时候 如果呢你还是不太清楚 就问问开申请单的医生 不懂就问 我一直觉得呀您自己的健康一定要重视 护士啊这些医疗工作者呢都是很权威的 但是呢我们一天看很多的病人 有时候啊可能真的是顾不过来 所以啊您一定要有健康自主权 自己才是健康的主人 每次呢要检查什么项目 搞清楚自己之前做过什么检查 结果都是什么 哪些要定期的回房检查 也都要按时做 我们B超师呢是最喜欢这样的患者呢 您重视您的健康 那我们呢会更加倍重视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有帮助到您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请点赞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家人们 如果呢你有想多了解的 或者你有不懂的问题 请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